爱护地球生态才能永续 除了海洋的维护之外 现代人重视养生 也带动了有机食品热销 而台中一家咖啡商也进军有机咖啡来抢市 推出了四款国外有机咖啡豆 刚获得国内外的双重有机认证 希望借此开创咖啡市场的新商机 手上端出咖啡豆 一旁还秀出有机认证 台中这家咖啡店所主打的咖啡豆 今年刚获得国内外双重有机认证 准备进军有机咖啡市场 国外有机咖啡豆 他们检验事实上还蛮严谨的 因为第一他们要净土三年 对然后每个月都要检验土壤 是否有农药的残留 然后还要遮阴素 然后做一些环境的评估这样子 业者指出德国检验机构 所合发的有机咖啡生豆 在台湾农粮署换成台湾有机生豆认证后 还要再由政府所认证的有机工厂烘焙成熟豆 最后再经由中心大学检验合格 才能算是有机咖啡烘豆 也就是说从农地环境 灌溉水源 储存 加工到包装等都足以检验 农药残留要零检出才算通过 他口感尾韵的话会更回甘生津 然后重点就是零荣药这样子 业者表示目前有机咖啡豆的生产 每月平均约1000磅 而全台三家咖啡连锁加盟店 单月平均就可以卖出20公吨的咖啡豆 比例还很悬殊 因此希望透过四款有机咖啡豆作为开端 未来扩大推广 也教育消费者认识真正的有机咖啡农业 记者里讲的钟 差省